我不夠努力嗎 你能夠努力 你能夠努力 你夠努力 我看到了 你夠努力 我知道 我懂你的感受 我之前就是這樣的 我今天給你這種感覺 我完全明白 就是很努力 但是還是結局不太好 完全不明白 她說努力 她抱著我的時候 她就說博遠 我真的盡全力了 她說我努力到底有沒有用 我感覺我沒有被別人看到什麼 我說你有 你有 你有被別人看到 這些話以前也有人告訴過 你在我們心中是第一 你要相信是金子總會發光 這樣的話我聽了真的不下千遍了 我當時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她 因為我不能跟她保證說 你要堅持到五六年後 你會遇到一個節目 你會被別人認識到 你堅持了這麼久 還有個機會給你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不一定的 其實 這個 但這個 也是這個行業的魅力 不確定性 我在首秀的時候 沒有人點評到我 諾言 你不穿 立桓 其他老師 依然沒有正面評價我 要想 你還沒有 能找到你在舞台上的樣子 讓我會覺得 原來我沒有被你記住 我一天都想當痛苦 所以我才會 這麼這麼這麼 騙人員 想要做到最好 其實我覺得努力是最起碼的事情 創造營這九十個人 真的都是抱著很大的夢想來的 如果你連努力都不努力 那你還留在這裡幹嘛呢 是吧 執著的努力沒有錯 但是因為他成年了 他也要選擇 你能否去迎接 後面的代價 而這個代價就是 你如果持續努力以後 他是否真的能帶給你你想要的回報 被努力辜負過很多次嗎 對 對 我們看過很多時間 很多時間 但是 我才能做到的事 不然 我才能做到太多 不然 太多了 但它們 不然 我心想破了 但是 不然 不然 很可愛 很可愛 不然 太多了 不然 不然 一樣的 才剛剛變成A班 45 45 我只知道我自己很平凡的普通人 所以我能做就是有努力 我覺得現在看來 我努力是有用的 因為他也的確確帶我來A班了 但是我覺得更多的是想要 讓那些被他不認可的人 他們可以看看我的例子 我也許可以給他們信心 好 其實普通人 靠練我也可以拼得很接近你們 那些真的有天賦 或是先天的一些條件 好的人 這一行就是多多少少 是要靠天賦的 如果你發現你好像天賦不在那 你就把它當愛好就好 那也不會耽誤你喜歡那個事情 不要勸退它 試一試 因為勸退這個事情 社會獨大會叫它 而且我覺得 如果這樣的人 來到了創造營 他是更幸福的 他會把一個未知的東西得到一個結果 他就不用永遠地去 無頭蒼蠅一樣去撞那個地方 他其實也有可能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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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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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見